各位傳媒的朋友,多謝你們 我們剛剛,自由黨四個議員去見了特首和財政司司長 當然,講到接下來這個立法會 我們都表達,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甚至我們立法會可以盡快 特別是財委會 上屆有些關於民生,關於經濟和抗疫防疫的事項 我們希望特別拿出來談,盡快 不應該要等到10月中,大會開了,其實財委會我們可以提早開 還有我們都講到,因為有第三輪抗疫 特別是我們有幾個業界是重災區,還有那12個表列的 我們覺得政府是應該去有一些措施去幫這些12個表列的行業 還有飲食業,因為只剩下一半,晚上不開 都希望財政司可以計算數 我們重提我們自由黨那個二加二 政府給兩個月,業主也要多給兩個月的寬減 當然我們一會兒,我們黨魁都會再講講,我們有其他的利息 那幾樣東西的提議,財政司都在這裡 也都省關我們一個,開始要約財政司和政務司開會 當然我們亦都趁這個時間,在那些補就業和我業界的社交距離 申請不到,我都重提多一次可不可以轉呢 但是最重要的是,今天有一個好的溝通 就是希望,就算將來的疫情多多人都好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業界可以在工序找出一些可以減低風險的工序 例如我們的飲食業,是否可以將所有用的碗碟、刀叉、筷子 可以用煞,必然要做,減低傳播 收這個碗碟和給一些煮好的菜 是否又要分開人來做 並且在晚上再開一個夜市,要去刻不容緩 但如果大家怕那些人晚上會坐得久 那我們可不可以將那個人客進來和離開 可以限制在譬如一個半小時裏面 那就包括說,我們可不可以想 完全是沒有現金,用電子,因為錢、銀去過手呢 在幾個個案裏面,過去幾個月都可能是 在收銀那裏出了事 其實在減低這個風險 我們和政府都在說,會否在這個工序上可以改變 令到就算我們有疫情 好像現在這樣,都可以開回商業的行為 要去平衡經濟和商業 或者等黨魁又講一講 即是我們叫特首和常政司司長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些建議給特區政府 關於第三輪抗疫的要求 大家知道現在無論衣食住行每一個行業 都面對一個經濟的困境 當然特區政府有個補就業的政策 這個是幫助一些員工的資助 但是在一個企業來說 另外還有兩個很大的支出 第一個就是租金 第二個就是利息 我們建議了給特區政府 可不可以第三輪的抗疫基金裏面 可以有這個租金的補貼和利息的補貼 我們建議是特區政府在三十萬家中小企 企業裏面可不可以每家每個月補貼三萬元上限的租金 這個大概是涉及大概五百億左右 另外就是利息的補貼 大家知道每一家企業都民銀行借錢去營運的 在現時這樣的情況 被息的支出都是一個很大的支出來的 所以我們明白 現在銀行已經做了一個還息不還款的政策 也可以延續六個月 如果我們可以每間企業補貼兩個percent 兩厘 如果六個月來計算大概是二百億左右 所以如果可以做第三輪基金完成一個租金補貼 利息補貼加上之前的補就業的資助的話 我們絕對可以在未來這段時間 可以延續到企業的壽命 更加就可以令到不會有出現的業潮和裁員潮這個問題 所以這兩項大概要七百億左右 我們跟財政施司長的反應 它是會考慮 但是當然我們也明白 看它政府之前已經花了三千億在這個抗疫 和財政預算的那裏面 如果再加多七百億 或者甚至乎一千億的話 這個財政壓力是很大的 現在都會在那裡 但是我們也明白 那個社會成本 那個social cost 是可能更加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第三輪抗疫基金的資助的話 令到有很多企業頂不順在這段時間 要倒閉的業材員的話 反而令到之前那三千億 那些資助是失效的 另外有一件事大家知道 昨天美國政府就把香港製造的產品 要改為中國製造 這個是違反WTO世貿裏面 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的條件來的 所以我建議大區政府 應該向世貿組織投訴 甚至乎告美國政府 這個是要表明 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而不是美國政府所單方面取消 要求香港的產品 變成中國的產品 我特別跟特首今天提過 就是關於那十二個被勒令的處所 他們面對一個困難 因為現在已經踏入第五個七天 就是整個月過日 其實他們都是零收入的 縱使政府的借助 怎樣去補貼他們呢 那些朋友 我相信他們經營都是困難 所以我今天特別希望特首 盡快對一些低風險的行業 是可以讓他們局部去服業的 例如像一些美甲的行業 其實跟展樓化其實沒有分別的 為什麼不可以讓他們服業呢 如果美容的朋友 其實他們可以 如果在面部的療程 他們覺得風險大的 不做面部 其實可以做到他們身上的 或者用一些儀器上去做的 在外面那些按摩行業 或者是一些桑拿的行業 其實如果按摩不碰他們的臉 其實跟剛才那些工種 其實分別都不大 甚至乎做一些教練的項目 好像教練教人打網球 打羽毛球 距離那麼遠 根本其實都是不會影響的 你不可以只是用一個純粹安全的情況之下 就令到他們全部的行業都停工 他們全部都是搜定口定 我希望現在會協助 特區政府盡快和不同的行業 希望他們怎樣去提高抗疫的措施 而令到特區政府可以讓他們盡快服業的 除了剛才我兩位黨友提過 599規限的12個行業 我都提了政府 由於政府行為導致他們沒有收入的 就是跨境的客運服務 包括陸上和海上 已經停了六個月 完全沒有入息 但是支出一樣要給 所以我都跟他們提了 如果在這個抗疫三點零 是會出來的話 希望政府都是首先關注一下他們 我最近其實在問我們 航運交通界裡面 不同的行業 他們面對的困難 現在是組織著一封銜件 預備交給政府 詳細列出每一個不同的行業 他們的訴求 都希望政府能夠看看 因為我也同意 剛才鍾克彬議員所說 如果我們頭兩輪做了事情 第三輪不幫幫他們的話 如果日後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我相信是更高的 我們希望政府 認真些去考慮 我們現在都是希望 捱得一個短時間 希望年底之前 這個所謂的疫苗能夠面世 大家面對的情況 就會比較樂觀 我們尤其是跨境運輸 都面對內地 因為收緊檢測 和通關的措施 現在近期都產生了相當多的問題 我亦趁剛才的機會 向特首那邊反映 希望政府能夠有相應的協助 那麽就有了 那麽就有了 有沒有問題 如果參與 可能12個比例去除這些 都比較不接近 有沒有希望在第三個 房間基金 可以那個金額去採碼 那麽的項目 不知道 我有選 這個我們有 其實你剛才聽到我們講 去到租金 黨魁和我的演繹都有不同 那麽當然去到尾 政府怎樣選 我們當然是希望它 我們很多業界都跟我們反映 譬如好不好 好像我飲食業那樣 那個ESS那個補就業 有兩期給的 可不可以加一期呢 那麽 又可以盡快來財委會拿錢 那麽因為政府是沒有錢的 那麽我都說很可能 現在我們早開會 但是財政司都要 去做一下他們政府和財政司 想拿多少錢 去做多少呢 包括譬如我們的租金 這些利息 那麽其實有多少 政府是不是想做 做的時間都要來財委會 去拿這筆錢 那麽我們都希望盡快 所以爲什麽我們 跟政府說 那個財委會不應該等的 應該盡快去開 那麽就處理 以前我們有上屆都有很多 就是上年都積了很多 那麽再加上我們現在 還有很多新的來 那麽我們希望盡快去做 剛才那些政黨都提到 希望我們在10月 就是正式的會議之前 開一些特別會議 處理了一些防疫措施 就是你們同意這個做法 那麽 那麽 那麽那麽 因為11月就完了 是不是都想 即是再同場這個計劃 或者這個計劃 有什麽那麽你們覺得 可以再全盛 或者金額可以再加大 那麽兩件事 一就是那個現在 特首會會撤銷了它 個幾月前提出說 立法會第六屆終止 它撤銷了一件事 一撤銷了呢 其實除了一個大會 是要在10月中 過去大家都見到 我們很多條例的審議 事務委員會 我們要做聽證會 是否可以做得的 包括財委會都可以 你問我呢 我的理解呢 甚至在19月30號之前 那個財委會主席 我們都不用選過的 其實去年選出來 就是去到9月30號 那麽如果現在 特首撤銷了這個命令 說我們第六屆終止 其實可以立即開工 可以政府主席 那兩個政府的議程 可以拿上來 那麽所以當然 我們談到那個 保就業 是不是可以去到 多三個月 這個就是正正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政府 會不會 給多一期錢 我們大概四百億 去做這件事呢 那這個就要 就是財政司 特首說做 財政司要計算 接著還要來立法會 希望就在一個財委會 去拿錢 那其實我們多方面 在我們這個 多小時裏面 的討論其實 每個行業 和整體不是我們的行業 我們都有說到 是怎樣去 希望政府可以幫忙 包括 就是那個 息口 是跨行業的 可不可以都幫忙呢 這個做法 OK 謝謝 謝謝